在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中 宋朝是作为奇策的一个朝代 他结束了唐末以来四分五裂的局面 重新建立起新的帝国 并在经济和文化上 创造出空前绝后的繁荣景象 将华夏民族悠长灿烂的文明推上了顶崩 然而这个辉煌的朝代 却有着富而不强的悲惨命运 宋朝不但没有唐朝 天可寒的集圣武功 甚至没能完成江山的统一 与辽国西夏等邻国的战争连年不断 那么为什么宋朝会如此独特 穿越历史的时空 拨开历史的迷雾 我们会了解到怎样一个真实的宋朝呢 历史高级教师袁腾飞 为您带来大型历史系列节目 腾飞日千年 宋朝 敬请关注第一集 黄袍加深 评书三国演义一开篇 就说这么一句话 话说天下大势 分九必和何九必分 在中国的历史上 还真是一再的硬点 前面咱们讲过 公元907年 唐王朝分崩离析 中国历史又一次进入到了这个混乱分裂的时期 这就是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呢 从公元907年 李唐王朝崩溃 开始算 算到这个九百六十年 北宋建立 五十三年 如果要算到这个就是十国结束 也只有七十多年的这个历史 一般呢 就是说算到九百六十年北宋建立 那么这个前面我们讲过 这五十多年 中国历史的这个发展 就一个字概括 乱 乱的个一塌糊涂 乱成了一锅粥 诸里石流锅 梁唐进汉州 都来十四地 拨乱五十秋 那一共五十三年 换了十四个皇帝 那么大家就可想而知 大部分皇帝都是非正常死亡 这个五个朝代 每一朝的开国君主 基本上都是前朝 手握兵权的大将 或者是藩阵 这些个武将们 坚信着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这一崇高理想 互相不断的火并厮杀 起兵造反 杀自家的皇帝 改朝换代 自己过一把皇帝隐 到了五代十国的后期 也就是说 梁唐进汉州 最后一个朝代 后州 黄河流欲成为后州的疆土 对于后州的统治来讲 他们既幸运又不幸 幸运的是 经过欲血奋战 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自己也过了一把皇帝隐 九五至尊 姓郭的也做皇帝了 这是一个幸运 不幸的就是 后州统治者 身体都不太好 都是英年早逝 过早的离开了人民 抵抗能力都不很强 太祖郭威 在位不足三年就病逝了 然后他还没有 这个直系继承皇位 扬子柴荣 就是后州世宗 在位个六七年 也染病身亡 所以当皇帝 一定要有一个好身体 要不然辛辛苦苦 打来到江山 还没做热乎呢 自己一命归天 因此这个 后州世宗柴荣去世之后 皇位呢 就传给了他的儿子 七岁的公帝财宗训 那你想这个 七岁一小屁孩 他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呀 所以主少国仪 这一幕 在这个后州就上演了 那你这个弱主 必然要强臣来辅佐 虽然有太后这个辅政 垂帘听政 但一般来讲 在中国古代 女子无才便是德 太后可能也没有 太多的文化 是吧 这个处理朝政也不在行 所以他一定是 外有强臣辅佐 这个强臣 就是北宋的 开国皇帝赵匡胤 自古乱世出枭雄 赵匡胤所处的年代 正是中原王朝崩溃后大分立 战乱频频的年代 那么作为一代民主 千古帝王的赵匡胤 究竟有着怎样团奇的出身呢 赵匡胤祖籍河北卓州 这个离北京不远 家中是世代做官 所以他也算是出身显贵 高祖父 就是这个爷爷的爷爷 就是在唐朝呢 做过县令 就是县令 县令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官 但也是百里侯啊 一方民之父母啊 所以从这个时代开始 赵家世世代代 就都是国家公务员了 有官职在身 吃俸禄了 曾祖父 做过这个地方军阵幕府的 这个从事官 后来因为做的好 做的好 慢慢的官升至御史忠诚 他的这个爷爷 做过这个三州的刺史 在唐朝 做过三州的刺史 后来呢 这个被朝廷封赠为 左萧其位上将军 这个也是这个 在这武将里边啊 这个级别就比较高了 官阶比较高了 赵黄印他爹 叫赵洪因 少萧勇 善其社 那这是史记上记载 他的高祖 曾祖 还都是这个文官 那从爷爷那辈开始 就开始向武转移 到他爸爸赵洪因 那就是典型的武将了 所以这个 萧勇善其设 后来呢 追随这个后州 世宗柴容 因为骁勇善战 备受重用 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虎父无犬子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儿子掏地洞 所以虎父无犬子 对于赵洪因 对于赵洪因来讲 他的儿子不仅仅不是权子 甚至不是胡子 而是真龙天子 赵黄印是赵洪因的二儿子 大哥死得早 他母亲姓杜 中国历史上 但凡每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都有一个不平凡的出身经历 赵黄印公元927年 出生于河南洛阳加马营 那个时候是后唐 河南洛阳加马营 在他出生的时候 史记记载 赤光绕史 异乡经久不散 赵黄印出生 家里引以为奇事 又是个男丁 又是个男丁 这是大喜的事 小孩又是金黄色 天降异色 什么人才用金黄色 皇帝才能用 黄袍明黄色 唐朝以后尤其是 皇帝都穿明黄色 唐朝以前一般是红的黑的 唐以后都明黄色 所以这孩子长大之后 必有一番作为 咱不管史记记载是真是假 当然这事就是他一说你 你听你千万别信 但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出生 就预示了赵光印以后的不平凡 赵光印长大之后 容貌雄伟 气量祸如 实者知其非常忍 长得非常漂亮 赵光印武艺高强 自创了很多武术套路 后来你讲说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一条盘龙棍 打平天下四百军州 江山社稷是自己打出来的 到今天 中国武术的套路当中 还有什么太祖长拳 六十四路盘龙棍 据说这些个招式 都是赵光印创出来的 所以有一次他骑了一匹猎马 想展现一下自己高超的骑术 马鞍 江省 都不要 直接就骑在这马上 这马背这么一骑 可能就受了点惊吓 然后就马惊了 就往上窜 一窜就窜上城头的这个坡道上去了 这个城头的坡道上有小门 就撞在这个门框上 跟门框有了一个这个亲密的接触和较量 不幸的那太祖皇帝输了 从马上 就掉来了 大家看完了 赵大少肯定这脑袋撞碎了 活不成了 你想那骑在马上 骑在京马上 这速度得多快 光一下 撞到那个门框上 那门框怎么着 得是木头的 弄不好 就加点铜皮包裹 觉得他活不成了 结果人家 小伙子很淡定 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土 继续追马 翻身上马 一点事没有 大家看哇 神仙再来 还有一次 这个赵皇印跟一帮朋友 在一间土屋里赌博 赌博 正玩得高兴 正玩得高兴 麻雀 在这外边屋子里叽叽喳喳的叫 赵皇印觉得这麻雀很讨厌 老家子也很讨厌 不吉利 所以出门捉麻雀 结果他刚一出门 哗 这土屋塌了 塌就塌了 如果这一票人不出来 就全被这土屋给埋了 头撞在门框上 又掉下马来 毫发无伤 人刚出屋 这个土屋就塌了 所以这两件奇事发生在赵皇印身上 就是说明什么呢 赵皇印是被上天看重 受到庇佑的人 那个年代特别强调军权神兽 所以这两件事的发生 老百姓就更加相信赵皇印如果将来做皇帝 天命所归 人家遇到这些事 就说明他是一个真龙天子 但是在这个真正的成为龙之前 这么一个一表人才文武双全的小伙子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当中 当时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展现自己的机遇 有一次呢 他在一间寺院里住着 那个老和尚擅长给人看相算卦 看一看人的命运怎么样 就看到赵皇印 当时赵皇印住在这个湖北襄阳 这个老和尚觉得赵皇印并非池中之物 将来一定有前途 就跟赵皇印讲 说我给你路费 你往北方去 那儿有你的发展机遇 当时正赶上厚瀚大将 郭威征兵 所以赵皇印心想 有人给我出路费 又能印证老和尚说的话 咱就试试去吧 就成为郭威的部下 赵皇印因为喜爱武艺 后来又参与拥立郭威 做后州皇帝 因此被重用掌管禁军 到了州侍从柴龙时期 他因为旅有战功不断升迁 后州侍从柴龙登基后 亲征北汉 结果在八公园之战当中 北汉军人数占优 两军刚要交锋 后州军的指挥吓得逃跑了 士兵没有指挥就没有了方向 乱成一团 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 当时赵皇印呢 只是禁军当中的一名终极将官 表现得十分英勇 他向这个同伴高声叫喊 主危若此 五倍怎能不誓死以战 大家受着这个赵皇印的 这个情绪的感染 掉回头来奋勇杀敌 赵皇印跟当时的这个禁军统帅 张永德各率两千兵 奋勇破敌 最终大败北汉军 然后赵皇印又率军乘胜追击 在战斗当中呢 他的左臂被这个北汉军用剑射伤 仍然奋勇杀敌 战后 这个周世宗封赵皇印为殿前都御侯 领延州刺史 已经是一方诸侯了 然后呢 赵皇印又跟随这个周世宗 讨南唐平阳州 夏寿川 德四州 那这个威震江南 就在赵皇印屡立战功 一路平步青云的时候 一件奇事发生了 这件事的发生仿佛是上天的安排 不但改变了赵皇印的命运 更是加速了他撑地的脚步 那么这件奇事到底是什么呢 到了公元959年 浩州世宗呢 在这个北征的路上 找到一只这个皮口袋 里边装着一个三尺多长的木简 这个木简上写着五个字 点简做天子 这个那时候的人们 他就相信这东西是 这个皇天苍天市井嘛 得到一块这刻字的木板 石头啊 就都认为是老天爷提醒 柴荣得到这块木简之后 也认为这是上天给他的警示 他一看点简做天子 马上就想到当时的晋军统帅 担任这个殿前都点简的姐夫张永德 他担心这个张永德呀 在军内外结党营私 这是他姐夫 可能在自己死后会危及儿子的地位 于是呢 回到京城之后 他就任命这个履历战功的赵匡印 为殿前都点简 代替了这个张永德 但是他就没想到什么呢 这个点简做天子 他不一定指的是这个张永德 是吧 你换了一个点简 这个张点简最后没做成天子 这个赵点简最后真的是做了天子了 赵匡印做了点简之后 没多久 后周世宗柴荣啊 就过世了 过世之后 他年仅七岁的儿子继位 福太后呢 辅政 福太后一介女流 毫无主见 公元这个九百六十年的春天 这么一天 这个就看这个 殿前都点简赵匡印和他的心腐谋士赵匡 两个人站在这个汴京的这个城楼上 向远处张望 赵匡印手摁宝剑 十分紧张的样子 就问这个赵匡 说这个事 肯定滴水不漏吧 赵匡说这个 您放心 点简您放心 这个事咱都安排好了 肯定滴水不漏 一切照计划进行 很快 这个后周朝廷 接到了这个 边关奏报 说是这个北汉联合 这个契丹辽国 大举入侵 因为这个 主少国仪 小皇帝和太后 不知所措 只好问这个 宰相范智 怎么办 范智想我一届文臣 我哪知道怎么办 朝中大将 只有赵匡印 才能解救危难 就赶紧叫赵匡印来 说这辽国跟北汉入侵 你看怎么办 应该出兵抵抗 赵匡印说 兵少将寡 不能出战 范智只好奏报朝廷 唯以赵匡印最高军权 调动全国兵马 赵匡印如愿以偿 跟赵匡长出一口气 怎么回事呢 根本就没有 北汉联合辽国入侵这回事 是赵匡印跟赵匡 设下记 谎报军情 目的就是要把军权 全部军权 抓到自己手里 所以刚才俩人在 汴京城楼上 才有那么一番对话 周世宗去世 江山留给一个七岁的孩子 对于胸怀大志的赵匡印来说 为这么一个小崽子拼死拼活 没有什么意义 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个混乱的年代 谁胳膊粗拳头大 谁就是老大 所以赵匡印也想做老大 那做老大怎么做 就得让胳膊变粗拳头变大 于是赵匡印就走上这么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把全国的兵权拿到手 然后就调军 假装出城 去迎击所谓的辽国跟北汉入侵的军队 没这么回事 实际上是 但是军队一调动 市面上就骚然了 一般首都的老百姓 政治觉悟都是很高的 政治敏感度很高 非常爱谈论这些事 就跟今天北京城的低歌 个个都跟政治局委员似的 对国家大事了弱执掌 所以当时也一样 这汴京城的老百姓就纷纷议论 这调动军队要干嘛 是不是要政变 赵典俭是不是要做天子 这议论开了 哎呀赵匡印 他在这市面肯定有很多探子嘛 汴衣这些人 不断就把消息报给赵匡印 说老百姓现在都议论呢 说你要篡位 赵匡印就有点紧张 这篡位的事 哪能嚷嚷的满世界都是 就要紧张 所以这个出 这个大军出发之前 赵匡印在家里呢 就自己就犯嘀咕 长须短叹 坐卧不安 然后就征求家人意见 你们看这个 这政变咱搞不搞啊 这家现在嚷嚷的 可世界都知道了 是吧 说这个这个 我这么做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 赵匡印的姐姐 正在厨房 干活呢 从厨房就冲出来 就拿着赶匡印 指着赵匡印就讲 说大丈夫遇事啊 当自断于心 你有什么事 你赶紧下决断 你大老爷们 有什么事 你自己拿主意 回家吓唬我们老娘们干嘛 就这么一句话 赵匡印一听姐姐这话 得 就这么干 这个这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于是 率领大军就出了这个 汴梁城 跟着他的有他弟弟赵光义 亲信谋士赵普 行军至陈乔义 此时的赵光印 已经重兵在握 万事俱备 随时可以推翻脆弱的 后周政权 然而在那个时代 军权天授的思想 根深蒂固 赵光印必须找到一个理由 让将要发生的政变 成为顺应天意的举动 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一切会顺利进行吗 行军至陈乔义 随军出征的 有一个号称暗知天文的军校 跟大家就说 说你看啊 今天这个天象 日下富有一日 黑光魔荡者久之 太阳底下海太阳 黑光魔荡 这是什么 这就是改朝换代的这个迹象啊 所以这个天命不可为 必须遵照上天的旨意 咱们要立照点简 做天子 当天晚上 在这个陈乔义这个地方 离开这个汴京城 没有多远 赵光印就命令建了事 扎营休息 夜里五惊天 就现在凌晨四点钟左右 这个军士们呢 就聚集在了驿站门口 大声喊着 要拥护这个 照点简 做天子 这个有人一听 又这不叫造反吗 就劝阻 但没人听 这呼喊声越来越高 其实这事就是赵光印 跟他弟弟赵光义 还有这个谋士赵普 一起商量的 赵光印唱红脸 赵光印和赵普呢 唱黑脸 安排好这个任务 赵光印假装毫不知情 该睡觉睡觉 等着天亮好戏开场 而赵光印和赵普 就要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 拉着亲信们煽动军心 劝说其他人呢 推举赵光印做天子 所以这个 大家就纷纷议论 谁当皇上 咱不都是混口饭吃吗 谁当都一样 既然这个 咱们也当不上 那干脆找一个 跟咱熟的 做这个皇帝 所以这个 大家就纷纷同意 拥立这个赵点简 做天子 天亮之后 这些人就聚集到 赵光印的卧室外面 高喊的 让赵点简做皇帝 坚决拥护赵点简做的皇帝 赵点简你是真命天子 这些口号 这个时候 赵光印觉得 哎呀 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戏也演的 差不多了 于是呢 就 就这个 这个 进屋 跟赵光印讲 大家商量好了 这个 选举你做皇帝 民心不可为 你不能 这个军心不可为 你不能违抗 这个时候赵光印才起床 估计他可能是一宿没睡 一看那个 众位军士 拔刀出鞘 大有疑死相逼的这个意思 跟这个赵光印讲 诸君无主 希望这个点简的 做天子 赵光印心中窃喜 马上要当皇上了 但是面子上 得装一下 你得装着 什么都不知道 很突然的感觉 这个军士们 不等赵光印答应 马上就有人 把一件黄袍 披在赵光印身上 就把它一裹 然后大家就 哗啦 就跪在地上 五皇万岁 万万岁 然后就把赵光印 拽出卧室 扶上马 回京城 到这个时候 就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 所谓陈桥兵变 就是说 黄袍加身 都是事先预备好的 就是根本就没有北汉和辽 联合入寇这种事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不打仗 直接兵就回京城了呢 那你这黄袍是事先准备好的 肯定是 不是现找裁缝做的 所以就给赵光印 披上件黄袍 就准备回京城 赵光印一看到这个时候了 到这份上了 差不多了 该收场了 这幕戏的高潮已经过去了 该结尾了 结尾了 所以赵光印骑在马上 这个时候才开口 说既然你们拥立我做天子 那我的命令 你们都能听吗 将士们赶紧下马 说听陛下的命令 赵光印说好 那我就约法三章 宋朝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开明王朝 和他的开国皇帝赵光印 有着极大的关系 魏族出身的赵光印 文韬武略 德才兼备 那么在得到户下的拥护后 他所提出的约法三章是什么 这会对未来的大宋王朝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第一 回到京城之后 不能惊扰太后和皇帝 就这个当今太后和天子 这是我的雇主 是咱们的雇主 所以不能惊扰他们 然后这个大家说没问题 第二说不能亲临那些大臣 那些大臣原来跟我都是同僚 一殿之臣 跟我比肩 所以不要亲临那些大臣 不要借着改朝换代 就这个大大抢烧 那大家也答应 第三呢 就不要骚扰百姓 别一进京之后 因为每一次换代 改朝换代 为什么这个军队最喜欢改朝换代 一改朝换代 就可以借机大肆强掠 说你们要做到这三点 我就这个这个 做天子 而且我会重赏你们 违背我的命令 必将严惩 大家都表示赞成 于是整顿军队 进入这个京城 那这个发生政变了 是吧 这个这个点简做天子了 怎么就能堂而皇之的军队 进入京城呢 这太容易了 赵光印的新辅大将 石首信王沈齐 被安排在了京内 把守京师各门 一旦 事情进展顺利 是吧 这帮人就打开城门 拥立大军进城 所以这个等于是 这个政变的这个支军队 或者可以换个词讲 叫叛军 没有受到任何反抗 大摇大摆 进入到了这个京城 赵光印回到京城 登上明德门 是吧 命令士兵回兵营待命 然后回到自己的公属 一会儿 宰相 范智 被这个将军们给 可以讲的压过来了 是吧 赵光印一见范智 泪流满面 说我辜负了皇上的期望啊 你看我 现在真的事情闹到这种程度 这不是我的本意啊 说完就开始哭 中国古代这个皇帝政治家 这个都具有表演的天赋 这哭也是一个基本功 就开始哭 是吧 范智一看就懵了 原来这还是下属 现在成皇上了 没来得及说话 赵光印身边的一个将领 就啪 扒出宝剑 指着范智 君中无主 现在必须立赵典俭为天子 为我们做主 范智一看这个 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要不答应 我老命就没了 这事就这么办吧 给谁当臣子不是当了 于是这个范智赶紧跪倒 带着文武百官列队下拜 赵光印一看后周的臣子都归降了 心里还很高兴了 你想这就行了 没有任何障碍了 召集文武百官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皇帝善位的诏书 当堂宣读 然后赵光印走到朝堂上 穿上龙袍皇冠 继皇帝位 而后周公帝被改封为正王 960年 陈桥兵变之后 赵光印黄袍加身 就标志着五代十国的结束 赵光印呢在后周的时候 曾经担任这个归德军节度使 归德军节度使的治所呢 在宋州 就是河南的这个商丘 所以赵光印继位之后 改国号为宋 改元建龙 年号呢改为建龙 都城呢仍然定在这个开封 历史上就把赵光印建立的这个宋朝 称为北宋 一个新的王朝呢就诞生了 赵光印做了皇帝之后 他首先要解决的事情 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